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暗含什么玄机 直接放到六楼顶上 那么我们在想 跑自六楼的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会被人家看到 她做这个事情的风险性是加大的 深入侦察 竟然线索全无 可突然 一个女人却主动现身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弃鹰背后的非一般隐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 非同一般 因为关乎到一条小生命的安危 更关乎着小生命的未来 究竟是什么事 那是2020年11月4号 上海浦都郭安分局接到报警 说是有人在个小区的楼道里 竟然发现了一名婴儿 似乎没人要 警察立刻赶去了现场 报警的就是这位 他叫刘军 他很快就解释了详细情况 刘军表示 他住在22号居民楼的顶城 六楼 就在刚刚 他正上楼回家 突然发现家门口楼道的地上 居然出现了小小的一团 看上去吧 似乎不是个小娃娃的模样 此时此刻刘军的妻子张春燕手里抱着的 就是那个婴儿 这孩子是个男婴 谈到把婴儿抱回家 张春燕唏嘘无疑 他说当时丈夫看到这个孩子就赶紧喊他 他出来一看 特别震惊 也特别心疼 为什么呢 因为这孩子连件衣裳都没有 张春燕自个儿也是当姥姥的人了 很疼小孩 看着这个情况 他生怕孩子动着 所以赶紧把孩子抱回了家 再把万孙的这个衣服拿出来给他穿上 而这一穿呢 张春燕说他又发现了个重要情况 这孩子啊 竟然是个新生儿 新生儿 就那个妒忌眼只有这么一点点 一看就是刚刚生出来了 这下张春燕就更担心了 而另一边的丈夫刘军也及时的报警求助 警察了解了整个情况之后 那是相当重视 这可是个新生儿 还不知道这孩子在楼道里头待了多久呢 会不会对自个儿的身体已经造成了影响啊 还真别别说 怕什么就来什么 大家细细的一观察 这孩子还真就是不哭不闹 当中下车 赶紧叫120 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好在孩子到了医院之后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孩子身体健康 情况良好 这可真的让人松了口气 也真得说要感谢刘军和张春燕夫妇 要不是他们及时发现孩子 要不是他们善良 把孩子迅速的抱回家里头 采取了保暖措施 还指不定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好 事情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得反过来 追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到底是谁把孩子丢到楼道里了呢 谁这么狠心呢 分析之后呢 警方判断 做出这事了 极有可能就是孩子的至亲 比如说孩子的父母 这么一听呢 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能让人抛弃骨肉啊 还没有结婚就生的孩子 是个意外 有可能是在他们没有计划当中的事情 换而言之 这种情况更大的可能 是出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未婚男女的身上 当然了 警方认为除此之外 也有第二个可能 其实根据遗忘的这种情况 气阴我们讲 可能大多数情况下 出现在比如说 经济实力不够好的这种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 现在找着孩子的父母 是当务之急 一方面是为孩子着想 找到了父母 才能让孩子拥有家呀 而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真是父母把孩子丢在这儿 那他们其实已经涉嫌犯罪了 像这种婴儿 是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生命已经构成威胁 将男婴遗弃 他丢失的是一个生命 不仅仅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 反而将男婴遗弃 所以叫做遗弃罪 随即警方展开了侦查 怎么查呢 首先是调小区的摄像头 但是查了一圈 并没有拍到可疑人员 这条路走不通 警察就换了条路 什么路呢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疑点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之前说了 刘军家住在六楼 是顶楼 而孩子就放在他们家门口的楼道上 试问 如果一对父母打算抛弃孩子 想找个地方随意丢了 那会选择去某栋居门楼的顶楼吗 这是不是不太合常了呀 直接放到六楼顶上 那么我们在想 跑至六楼的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会被人家看到 他做这个事情的风险性是加大的 事出反常必有因 警方抓住这一点深入分析 结果认为 这一点或许正是破案的契机 六楼的话 我们分析下来 这个人肯定对当地的地形比较熟悉 没错 是一个对这栋楼环境非常熟悉的人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很可能那人就住在这个小区 甚至说就住在这栋楼里呢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先暗中调查 首先我们没有去惊动这户楼里的人 我们从居委会那里拿到了一份入出的名单 排除十多岁的女孩和五六十岁的中年妇女 最后符合条件的是三个人 看来这三个人的嫌疑比较大 到底会是谁 要知道怀孕这事是藏不住的 因为身形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警察就问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了 说有没有看见哪位怀孕了呀 可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回答呢 却是让人相当意外 因为工作人员觉得这三位邻居呀 既然没有一个看上去 好像是近期怀孕的 这条线索到这就戛上而止了 道路摄像头没拍着 邻居们似乎也不具有嫌疑 这下就真有点无计可施了 咋办呢 让人意外的是就在这时候 刘军和张春燕突然又找到警察了 他们说呀 他们有可能发现了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原来呀 自打捡了孩子之后 张春燕就一直记挂着这个事 总在脑子里琢磨 琢磨来琢磨去呀 他突然灵光一现 这个孩子我一看就是三楼的 我就跟他说了 他那个鼻子正跟他妈一样的 张春燕说的就是住在三楼 301室的邻居朱丽 也就是说 他觉得孩子跟朱丽的鼻子长得很像 说实在的 新生儿长相 一般看得不大真切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 张春燕居然这么肯定 他说的这话靠谱吗 其实在这儿呢 我们得补充说明一下 朱丽呢 正是警察之前暗中调查的三位邻居之一 据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说了 朱丽呢 近一年都没看出怀孕的样子 这么一来嘛 似乎张春燕的猜测有误啊 可是对此呢 张春燕和刘军夫妻俩 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个女的基本上身材挺魁梧的 不像30多岁 好像40多岁了 很肥胖的来 有小孩 没小孩 基本上分辨不出来 为了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可能 警察还是找了一趟朱丽 想当面问问情况 而朱丽那边呢 眼看警察上门了 她那反应相当淡定 并且对于警察的这个问话 那也是对答如流 总之吧 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感觉就是不像刚生过孩子的一个女性 就完全体现不出那种虚弱感 问她问题的时候也没有避讳啊 有这种眼神闪躲啊 恐惧啊 这种感觉都没有 并且警察还侧面了解了一下 就在孩子出生的那几天 朱丽呢 是天天在上班 一天假都没请过 之前也没有请过假 对一个怀孕的妇女来说 感觉不大 不符合逻辑 没错 生个孩子那不是小事 一个天天上班的人 简直就不可能做到啊 查到这儿呢 只能说张春月 估计是看抖眼了 当然了 这也意味着最后一个线索 也宣告破灭了 这下孩子怎么办呢 要是真找不着父母 未来孩子的这个命运 就有可能彻底被改变 甚至可能成为一名故事 想到这儿呢 警察心揪紧了 他们又马不停急的 去了各个妇产医院 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 见过这个孕妇档案 或者是做过孕检什么的 但是全都一无所获 我们也查过最近的 比如说生孩子要建党建卡 或者医院里面做产前的检查 这些之类的 所有的比如说 符合的这种条件 好像没有 看起来这似乎就要成为 义桩悬案了 可是谁都没想到 转折竟然意外来临了 因为突然有一条短信 发到了某位警察的手机上 那个内容真是叫人震惊了 他说你们不要查了 这么兴师动众的 这么大规模的 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 是我认的 孩子的亲生母亲出现了 那发短信的是谁呀 不是别人 正是住在301室的朱莉 不敢相信吧 之前警察两次怀疑到他头上 可是愣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而现在他自个反倒承认了 这么一来就让人疑惑了 他为什么突然又愿意站出来了呀 还有就是那些矛盾 如果孩子真的是他生的 为什么大家都没看见他怀孕 又为什么他每天都在工作 从没请过假 不听假 他哪来的时间生孩子呀 要想让种种矛盾得到答案 那就必须由当事人朱莉 来一一做出解答 不过在解答之前呢 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 介绍一下朱莉的情况 朱莉是上海本地人 现年34岁 她的丈夫呢叫陈美安 两个人之前呢 分别有过婚姻 三年前呢 走到一起 从组了现在的这个家 成婚之后呢 陈美安在一家企业打工 朱莉呢 则是当货车司机 两个人大概 有个一万多块钱的收入 听起来嘛 朱莉夫妇跟其他人家 也没什么不同 但是在他们这个家当中啊 有个情况或许有点特殊 那就是孩子的数量 我们以图示意 先是朱莉这边 他跟前夫妇有一个女儿 陈美安呢 跟前妻有两个女儿 结婚之后 两个人又生了一儿一女 也就是说两个人一共 有一男四女五个孩子 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 忙不过来 所以就只带了一个儿子在身边 其他的孩子全都放在了 陈美安的老家 由陈美安的母亲来照料 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抛弃婴儿的事 这孩子又是怎么来的 朱莉为什么要抛弃孩子 难道就是因为孩子多吗 对此呢 朱莉却表示 其实啊 还有其他的隐情 时间回到这个半年前 朱莉说呢 自己突然觉得 自己有点不适 就到医院检查了一下 这一检查 杀烟了 然后他们说 你都怀孕好几个月了 我说怎么可能 没错 一开始 朱莉压根就不知道 自个儿怀孕了 到这会儿啊 都已经怀了四个月了 朱莉慌了 一方面嘛 是家里的孩子 已经足够多了 另一方面 确实生活压力太大 一万多块钱的收入 养这么一大家子 本来就不堪重负 再加一个 他们根本就承担不起啊 孩子多呀 压力大呀 要做掉吗 舍不得 不做吗 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是能够理解 朱莉的这个挣扎的 那既然这样 朱莉应该跟丈夫 好好商量商量 合理安排一下 怎么走到最后 一丢了之了呀 对此呢 朱莉表示 那就得说说 他的丈夫陈伟安了 在他看来 丈夫根本就不是一个 能商量事儿的人 准备告诉他呀 但是我老公那个人 属于比较木的那种 比方说啊 今天下班回家 你在家里面 你不主动去找他说话 他不会去主动找你说话 顶多说吃饭了 哦 好了 就这样 让他找你沟通啊 什么的 那是妄想 有的时候 看他那一处生气 就不要说了 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 朱莉竟然就一直 没跟丈夫说 自个儿怀孕的事 当然了 随着时间的逝去 朱莉肚子里的孩子 也日日渐长 可是朱莉就像是 在逃避什么似的 又好像有一种 得过且过的心理 照常上班 照常过日子 愣是没让丈夫 看出一丁点意样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奇怪了 自个儿妻子怀孕了 就算妻子没说 丈夫难道也看不出来 对此陈伟安说 他有点无奈 他说他是真没看出来 首先因为妻子 每天都在正常工作 他反应说 他开车 送货 他也干了 也不都不干 对于妻子变大的肚子 陈伟安也没注意 陈伟安解释了 说他起初是问过 可是朱莉的否定 太坚决了 我问他 他不说 他说没反应 我还没当回事 你叫我怎么办 我不可能 拿到医院去查 于是陈伟安就以为 妻子是变胖了 就这么完全忽视掉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 怎么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或者邻居 也没有看出朱莉怀孕了 朱莉表示 那可能是因为 自个儿的身形问题 我本来就比较胖 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就这样 朱莉竟然悄悄的怀了个孩子 谁也不知道 再接下来就得说说生产 之前大家疑惑过 朱莉一天假的没请过 她怎么就把孩子生下来 据朱莉回忆 那是2020年11月4号中午 她突然觉得肚子痛 于是她赶紧就回家了 到家之后 朱莉就准备了一些干净水和毛巾 然后自个儿就躺到床上去了 对于当时的过程 朱莉似乎不愿意多说 只做了简单的回顾 不得不说从这一方面来讲 朱莉是坚强的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老话说那是闯鬼门关的 可是她就这么悄无声息的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几后自己就完成了 虽然她不想多说 但是能够想象 她当时有多么的不容易 可是接下来朱莉的做法 就让人难以容忍了 她竟然把孩子 抛到了六楼的楼道上 她到底怎么想的 对此朱莉说 她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她脑子简直是一片空白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没有开心 也没有后悔 反正说不上来 只能说也许到了这一步 朱莉才明白过来 她之前逃避那么久 走一步算一步 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问题是这个后果 朱莉猛然意识到 她是自个儿完全无法承受的 于是她咬着牙起床了 把屋里面什么都弄一下 收拾了整个垃圾袋子里面 因为孩子饿了 就用我儿子的那个男生 跟奶瓶比较迟了一点 找了就是我儿子用过的那个被子 和那个毛巾把它包上来 此时已经是下午了 到了上班时间 朱莉想着不能耽误上班 干脆再一咬牙抱着孩子去了单位 我就带着孩子 然后去上班 孩子就放在车里面 把车开到停车场里面去了 我把车窗开了一个小缝 然后上班的过程中 就是隔了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我就去看看 到了晚上 朱莉带着孩子回家的时候 她发现丈夫已经带着大人子 上床睡觉了 她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丈夫说这一切 她独自坐在客厅里 挣扎了好久 最后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不要这个孩子 但是把孩子送哪儿去 真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朱莉说她又不舍的 毕竟这是亲生骨肉 这想啊想的 突然朱莉就想到了一户人家 那就是六楼的刘军夫妇 彼此也都认识 我想呢 如果说孩子放他家的话 他们要是能收留的话 最起码生活条件会比我们好很多 他们家有一个女儿 都已经结婚了 然后她老公是开公交车的 他们家是猜浅的 条件还算好吧 感情朱莉这么做 是希望刘军家能够收留这个孩子 这样的话孩子能过得不错 她还能经常见着孩子 这算法打得还真是挺好 但是只能说朱莉的想法 简直太单纯 也太幼稚了 刘军夫妇再善良 条件再好 也不大可能看到门口有个孩子 就私自抱回家 这于情不服 于法更不容 接下来还得问朱莉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主动坦白 朱莉解释说 其实还是因为她那颗唯人母的心 4号当天晚上她看到警察来了 就知道刘军家报警了 发现自己的私信没能成 她就有点后悔了 由此可见朱莉对孩子还是有感情的 也是毕竟是血肉相连的 但是只能说她实在太糊涂了 也太一意孤行了 经济压力大 是不错 可是当发现自己怀孕了 怎么的也得跟丈夫 跟家人商量一下 自己承担一切 又苦又累 最后还犯下大错 这又何必 并且事后陈文安表示 平日里其实不是 她不想跟朱莉多交流 她反而觉得是朱莉 不想跟她说话 其实我家那位 其实脾气不太好 脾气说得有点大 也是爱生气 因为她有什么别在心里面 我问她也不说 反正我拿一句话 就是说的 说的就是她不开心了 她就不理我了 我就不敢说话 可见夫妻之间交流和沟通 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以为我不说 我以为你不说 最后的结果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 整个家庭脱离 原本正常的轨迹 就像朱莉家这样 指不定生出些什么乱子 好 接下来就该说说 孩子的问题了 那么好一个娃 真舍得不要 陈文安很快就表态了 压力是很大 但是孩子都有了 那就得养啊 本身压力就大大 又来一个压力更大 不过现在想一想开了 既然生了就留着 对吧 没错 已成事实 只能勇敢面对 而最后呢 当然就要说说 朱莉涉嫌违法的问题了 公安机关会如何处理 警方在慎重研究之后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虽然是遗弃罪 但现在还是哺乳期 是小孩子的母亲 小孩子也需要抚养 所以采取取保护 或者是强制措施 稍微比较恰当一点 无疑这体下了法律的温度 而朱莉呢 她也应该引以为戒 深刻反思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更要意识到人生 每走一步 都必须对自己 对家庭 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就她生孩子这事来说 既然朱莉和陈伟安 总在强调他们经济条件不好 养娃吃力 那么就应该提前做好规划 究竟生几个 孩子要怎么养 这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而不是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窜哪里 是吧 这一个不小心就怀上了 再一个不小心就生了 觉着养护起 就幻想着丢别人家去 让别人养 这绝不是个成年人 应有的人生态度 希望今天这件事 能给更多人以思考吧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